大家好,我是平头哥姐说 目前我们所使用的系统大部分都是NTFS分区 相比老旧的FAT32分区 NTFS拥有更高的容量分区和更安全等特点 不过随着时代的发展 很明显NTFS也不够用了 所以微软早在10年前就推出了全新的REFS分区 它相比NTFS速度快了很多倍 同时更加安全和更加现代化 近日微软正是在开发者版本中启用这个分区 有人安装测试了固态硬盘读写速度 比NTFS分区要快50%左右 不过问题也很多 目前还属于小范围测试阶段 REFS分区还有修复功能 想尝鲜的朋友郑重说明 请不要在现有系统盘倒固 不然出问题资料会全部丢失 而且开发者系统本身就不稳定 有很多小问题 所以最好用一块闲置的硬盘来测试 或者你也可以用虚拟机来安装玩一玩 今天我用虚拟机教你们体验一下 如何用REFS分区安装开发者版本系统 首先我们需要下载最新版的VM虚拟机 这个虚拟机安装我之前已经发了好几个视频 但在这里依然做一个演示 给还没看过我视频的友友看 所有的工具我都会放在视频简介栏和置顶评论中 现在很多平台默认用的小视频模式 是看不到简介栏的 这时候你需要翻翻评论区 我也会在评论区说明 下载虚拟机之后双击安装 点击下一步 勾选许可协议 这里默认 把这两个去掉 到这里我们点击许可证进入 输入宇宙超级无敌密钥 进来后先点击帮助 然后关于 看到已经是永久激活了 接下来我们安装虚拟机系统 这里选择你下载好的系统 你可以直接选Windows 11开发者25936这个版本 可以少一些步骤 还能解除安装时的联网 取一个喜欢的名称 这里要输入一个密码 最少八个字符 英文加数字组合 硬盘必须150G以上 因为等会需要再次安装系统 这里将虚拟磁盘存储为单个文件 到这里我们自定义一下硬件 内存根据你自己的情况来 我选择16G 处理器也稍微加大一点 如果你这里是打勾的 一定要去掉 不然会出现问题 然后关闭继续安装 现在会自动安装系统 鼠标点击黑色区域 按回车等待一小会 如果没反应多按几次回车 现在开始安装 到这里选择国家 然后下一步 选择输入法下一步 这里跳过 我们给电脑命名 按下一步 期间会多次重启 再次输入名字 不能和刚刚一样 输入密码 纯数字 最少四位数 确认密码 这里的三个安全问题随便选 答案也随便写 为了体验好 把这些都取消 现在只需要耐心 等待三四分钟 此时进入了桌面 但分辨率还很小 我们要安装 虚拟机驱动套件 点击左上角的虚拟机 选择安装Tools 看清楚最底部的提示 在虚拟机系统内运行 英文状态下 输入 D冒号反鞋杠 Setup 逗号 EXE 逗号 注意大小写 如果你出现和我一样 安装不了 那就进资源管理器 看到没有 虚拟机的驱动器符号是E 所以我们只要把前面的D改成E就行 现在开始安装 全程默认 安装完重启一下虚拟机系统 现在分辨率正常了 我把屏幕放大一点 现在先用分区工具 对虚拟机系统盘分区 当然如果你用闲置硬盘安装 也可以提前做好分区 格式选NTFS就行 我这里虚拟机有150G 分50G出来吧 分好区后重启虚拟机系统 此时你要确保 现在用的虚拟机系统 是开发者25931-25936这几个版本 不然无法继续下去 所以在前面虚拟机 第一次安装系统时 就要选择开发者版本安装 现在我们对刚刚分出来的 50G硬盘格式化 文件系统选择Refs 格式化完毕之后 用这个工具进行安装 直接选择最底部这个打开 第一个这里选择25936系统版本 第二个保持默认 只有右边显示绿色就行 第三个选择要安装系统的位置 也就是我们刚刚格式化的那个盘 系统版本这里 一定要选择专业工作站板 或者企业版 只有这两个版本 才支持Refs分区 接着开始安装 等它写入磁盘后重启电脑 电脑重启之后就开始安装系统了 步骤和前面虚拟机安装系统一样 除了这里多出一个选项 第一个就是现在要安装的 第二个就是第一次安装的系统 由于和第一次安装步骤一样 这里为你们跳过 进入桌面后 依然要安装2OS工具 步骤和前面一样 如果出现安装不了 就去资源管理器 看看虚拟机驱动器是什么盘幅 把D改过来就行 现在Refs分区安装系统完成 我先把屏幕放大 就算在虚拟机里 体验明显要流畅很多 据说全新安装有的人 会出现磁盘自动锁住的情况 此时你要看看这个 将它们解锁 由于我没有遇到 所以也不好演示 放几个软件试试能不能安装 虚拟机安装的系统就不跑分了 如果你用闲置硬盘在导固 可以和现有NTFS分区试试效果 据说固态盘4K性能提升将近50% 这种搜索软件是正常使用的 再试试播放器 也是正常安装 稍微优化一下设置 整体效果显著提升 再次说明 想长线的人 不要把重要资料 放在Refs分区的系统下 有丢失数据的风险 根据微软的说法 Refs正式普及和技术成熟 要等到Windows 12系统了 这应该是一种趋势 就像当年的FET32和NTFS一样 好了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我视频的记得分享和点赞 以及关注我 每天分享各种精品软件和电脑知识 下期见